Zophie Zophie Ultramon Belial Fusion Up 大家好 歡迎來到城池樂園 今天我們要給大家帶來 歐布奧特曼的可動玩具 這是一個非常炫酷的玩具 它是歐布奧特曼的 暗藥型態 又叫做雷霆兄章 那它是由貝利亞和佐菲奧特曼 融合變成的 背後是玩具的簡單介紹 看起來好酷啊 讓我們趕緊打開來看一下吧 哇 看起來好酷啊 這裡面還有必殺技的零部件呢 首先 讓我們來看一下雷霆兄章的必殺技 那你們知道 它的必殺技叫什麼名字嗎 這時候 大魔王獸出現了 好厲害啊 一招就把怪獸打敗了 接下來 讓我們來看一下雷霆兄章 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它看起來好狂暴啊 它看起來好狂暴啊 原來是加拉特龍 加拉特龍是一隻非常厲害的怪獸 歐巴奧特曼的其他形態 都不能打敗它 看來只能發動 暗藥形態的必殺技了 必殺技發射 太厲害了 暗藥形態一招 就把加拉特龍給打敗了 接下來 雷霆兄章 又對戰哪一隻怪獸呢 它好像要發動 強力的一擊 原來 又是大魔王獸出現了 雷霆兄章 發動強力的一擊 大魔王獸被打倒了 接下來 讓我們來對比一下 雷霆兄章的可動人偶和軟膠 那你們能夠發現 他們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嗎 背後的花紋 有一點不一樣 他們看起來 好像都長得一模一樣呢 讓我們來對比一下 雷霆兄章和貝莉亞 那你們可以從貝莉亞身上 找到哪一些共同點嗎 大家有沒有發現 雷霆兄章的彩色計時器 變成了紅色的 那它和佐菲奧特曼身上 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呢 那今天 我們給大家帶來的 雷霆兄章可動玩具 就到這裡 那你們覺得 閃電兄章的可動人偶怎麼樣呢 如果喜歡的 可以給我點贊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好 好 mos Ultraman Beria Fusion Up Ultraman Orb Thunder Blaster ZCM光線 Ultraman Orb Thunder Bl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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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